日本防卫省称中国海军军舰再次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而且当中首次发现了中国的宙斯顿舰 国防部队子回应称这是中国海军舰艇在例行训练 日方不必小题大做 有分析认为此次南海舰队携带精锐战舰穿越宫古水道北上 很可能是继16号军舰抵近雨纳国岛后再度对日施压的行动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 昨天下午17时左右 日本海上自卫队P-3C许诺机在冲绳本岛以南470公里处发现三艘中国舰艇 截至今天下午1点 这三艘军舰正从公国岛东北130公里处朝东海方向航行 根据防卫省拍摄的照片 这个舰艇编队由南海舰队的171海口号052C型导弹驱逐舰 168广州号052B型导弹驱逐舰 571运程号054A型导弹护卫舰组成 都是南海舰队最新战舰 其中一艘是被誉为中国宙斯顿号的海口号052C型驱逐舰 这是日本首次确认到中国宙斯顿 分析称 近年来中国海军穿越宫古水道次数不少 但多是东海舰队和北海舰队所为 此次南海舰队携最新战舰穿越北上 很有可能是继16号军舰抵达宇纳国岛之后 再度对日本施压的行动 南海舰队它已经成为三大舰队里面一个实力比较强的一个舰队 那么这一次实际上就是在给日本一个信号 就是我们三大舰队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战斗力 而且呢 彼此之间是有相互的配合 相互的支持的 对此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在接受记者询问时表示 中国海军舰艇在相关海域进行例行训练和航行 是正当的合法的 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客观理性看待 不必小题大做 而周二上午 日本巡逻船又发现四艘中国海间船 驶入钓鱼岛周边24海里毗邻海域 四艘船只分别是海间51 海间66 海间75 海间83 日美指中国海间船从20号起 已经连续四天反复出入皮连区 我们现在让我们的军舰在我们的东海 在西太平洋相关的海域进行频繁的演习 这本身也是一种战场的一种环境的熟悉 那么作为日本来讲的话 他不断的在尾随我们的舰队进行跟踪 进行拍照 实际上他也有自己的目的 第一呢 他想了解我们究竟要干什么 第二呢 他会干扰我们的训练 第三呢 就是作为日本舰队来讲的话 他可能在附近 也会了解我们的相关军舰的一些基本的性能 甚至他会模拟来训练如何来攻击我们 另外日本今天早上首次发现一艘属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科学三号海洋调查船 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 这艘船只是在巡航没有做调查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海军如果要在一个陌生的海域来行使自己的这种海上力量的话 他必须对当地的海况要做到了如指掌 所谓的海洋调查船也必须对我们相关的一些海域 包括中国海 包括西太平洋相关的海域 我们也要对他的整个海洋数字地图做到了如指掌 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舰队在出入或者是在作战的过程中 才能不会被海况的不熟悉而影响我们的战斗力 除了军舰公务船巡航 中国也将采用无人机加强争议海域空中控制能力 两年省初步确定在营口和大连海域建设两个无人机基地 无人机与传统的有人飞机以及卫星监测的手段相比 具有续航时间长 侦查效率高 机动性强 成本低的优势 而按照国家海洋局的计划 将于2015年在沿海建立11个海洋监测基地 每个基地至少配备一架无人机 从而使沿海多个方向的无人侦查实现有效连续的覆盖 实际上我们现在建这个无人基地 只是我们国家海洋局的一个长远规划的一步 我们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立体的海域的整个监测 那么在这个监测网里面它实际上包括三个层级 第一个就是海洋卫星 第二是无人机 第三就是水面的执法船 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成本比较低 侦查的效率也很高 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那么从辽宁干的这件事来看的话 它是打了一个前站 而且是首先在整个国家海洋局里面做了一个先期的试点 中国无人机发展也引发外媒关注 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称 中国目前正在研制和已经服役的不同类型的无人机约有30架 他们提升中国军力的角色才刚刚开始 中国军队不久将在无人机监测基地获得现代机型 并且完全有可能会给无人机配备武器 其中广受关注的降龙无人机 被认为是不逊于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 客观的来讲 我们跟美国的无人机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降龙无人机 它整个的航程是7000公里 巡航半径是2500公里 全球鹰的它整个的航程能达到25000公里 它的半径巡航半径能达到7000公里 但是作为降龙无人机来讲的话 跟这个全球鹰来比的话 它的隐身能力侦测能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又是比较相当的 而且它的速度可能还更快一些 而且降龙无人机如果经过一定的改进 比如换一个大功率的一个发动机 甚至它能够携带空对地的导弹 执行相关的精确打击任务 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 我们的无人机尽管我们现在在高性能无人机上 我们起步比较晚 但是我们进步并不慢